对于原历这位明星,在娱乐圈中是非常出名的,并且演技精湛,而且在工艺上面还有着很高的成就,为陈飞病人患者做出了许多贡献,为此,被网友们称为娱乐圈中最不做作的女明星。 但就是如此好的女明星,却在近日,原历陷入了舆论之中,而这也主要是原历的前男友而引起的,当时原历本来发了一条微博,结果,她的前男友,就将她诺顿和调侃,原历的前男友说话非常难听,直接原来是一个谎话精,而且还说她非常铺张浪费,买了许多衣服不穿, 她就送给别人,并且还表示,在自己和原历分手之后,她竟然将自己的义气花费2.6万的狗给偷走,而且对于狗的事,原历也是做出了回应, 因为当时是二人一起喂养,所以有了感情,后来在和前男友分手之后,因为狗和前男友放在别人家,所以自己就将狗给带走,但没想到,现在如此诋毁自己。 对于这件事是受到,广大网友关注,毕竟原历的好形象,都是得到观众们和网友们认可的,但现在却被前男友给狂喷,实在让人有些废以所思,实在让人不忍心,不知你对此怎么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